今天是9月12号 明天就要开盘了 那么明天会怎么走呢 明天哪些板块值得重点跟综合留意呢 其实在放假这几天 我重点的跟大家讲过相关的板块 以及相关的一些龙头购股的情况 但是很多人还是把握不准这个节奏 还是正问啊 群众能不能进 题材哪些需要重点的留意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做一个全面的收通啊 对整个这个节假日的一个信息做一个收通 以及对下周股市的一个展望 或者说股指啊 大概会冲到哪个位置去 或者说哪些板块 特别有注意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板块看不懂的 仔细听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周五的一个K线 其实从上周五的K线可以发现问题啊 A股在这个位置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一个震荡反弹的走势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啊 它在这里出反弹的情况啊 它要命令上方 哪里60天均价线的一个压制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下周怎么走 下周我说了很多次啊 要去攻击这个60天均价线 目前60天均价线是在哪里 3280啊 这个位置是在3280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要去冲 但是能不能冲过去啊 还有就是靠谁来冲 这里要注意几个权重板块 还有就是周末啊 出现很多的利空利好消息 那么重点有哪些 其实综合来看 利好消息也是比较多的 有数字经济的 数字货币的 有大金融的 还有房地产的 还有一个就是苹果产业令的 这些是利好消息 当然也有存在利空消息 什么意思呢 这个新股啊 是吧 RPU又发了10家 大家知道吧 就说下个星期只要多少 4天交易 对不对 4天时间 它又上市了10家 新股 大家想一想 这个速度是不是很快 所以这是一个利空啊 大家都知道啊 A股为什么不涨 或者说A股为什么 是吧 10年了还在这个3000点 这个位置徘徊 可能很多朋友都发现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 新股的上市数量有点多 对吧 它啊 融资的速度 比较快 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资金的一个缺失啊 所以它想上去也上不去 比较难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下周A股会怎么走呢 综合来看 下周A股 我刚才说了 它要向上冲 冲这个三 六星线 下次冲3300 但是记住 不会出现连续的大涨 不会出现放量连续的进攻 它大概就会走出一个什么 震荡上行的走势 为什么啊 一个是 这几大全中板块的走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先看房地产 房地产是经过了一轮连续的走势上周啊 是五天四阳 对吧 它走出了一个什么 走出了一个 加速上涨的态势 以后 它在这个位置 我记得前面跟大家说过吧 要放量 是吧 要突这个前面这个位置的压力 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放量突 但是它的量能 确实放出来了 可是 大家看 再量能 是不是有所欠缺啊 所以下周 它再往上冲的话 还要放量 对吧 但是很多朋友会说 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弹号 房地产从这个低位上去到这里 对吧 有些 整个指数涨了七八个点了 那么个股很多涨了十个点以上 甚至龙头个股涨了四五十个点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位置 还能不能去参与 会不会继续涨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房地产这个方向 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超跌反弹 想要连续大涨的话 可能性不高 那会不会像前面这样子直线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所以大盘想继续 是吧 大幅度拉高的可能性啊 我觉得也会大大的降低 但并不是说房地产没有机会 我告诉大家 房地产这个是第一点 记住啊 这一轮反弹你没参与的 你 是吧 你尽量不要去追高了 实在忍不住 你去找核心龙头票 五日军架线的一个支撑位 去做低息 去做博印 但是博错了 同样要做止损啊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如果说啊 大家手中没有房地产的 你也可以等 等什么呢 等他这一轮反弹 调整下来的一个低点 他往下调整下来 有个低点啊 那么在这个低点附近 大家可以考虑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上车的动作 做一个潜伏动作 大家看房地产开发这个方向 在上周啊 出现强势的一个上涨啊 呃 周五的话 有多支票 是处于一个涨停的位置 这个大家看这里 有四五支票 是走于涨停的位置 但是这些涨停的票 其实他都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低位 手板 拿着控股 中州控股 中国五一 三项印象 这四支票是涨停的 那么这四支票 都是属于低位 手板 所以他的这个持续性 什么意思啊 持续性 我说的要打问号 对不对 你 你会 你会说 他谁会核心啊 谁会是核心啊 谁会晋级啊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反正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大家去参与的话 去追歌的话 还是要拼谨慎 但并不是说 他没机会 大家可以考虑什么 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博弈 博对了 大长腿 博错了 直损了 亏损也不大 还有就是 叶红远安 这个票 他已经打造出了一个强势的赚钱效应 也就是说啊 他给房地产确立了一个什么 确立了一个标杆 对不对 这里出现连续的涨停 那么短期涨幅比最大 后期可能会有更多的票 跟随他的走势 去走出一个这样的项目型的走势 所以 越红远安啊 给了大家一个信心 那房地产就还存在什么 短期轮动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方向是值得留意的 但是啊 他连续大涨的可能性并不高 好 除了房地产 还有谁 大金融 对吧 银行 券商 券商的话 在这里啊 我说了很多次啊 重点讲过 我只是告诉大家 券商在这个位置 不要去轻易做空就对了 这里大概率是走什么 震荡的走势 也就是说啊 下方六十天线啊 三十年线 这个附近 这个位置记住啊 三十这个是三十年线啊 三十年线 这个位置 只要打到这个低点 你可以考虑上车去前逢 但是他去追冲高 拉高 你不要去追 因为上方这个位置 存在了大的压力啊 所以说啊 你去追啊 牛位是吧 高位被套 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板块 没有龙头票啊 没有龙头票 轮动很大 周五的话就 拿进正确啊 勉强封住掌停 但是这个票能不能辞世 对吧 能不能晋级 就很难说 如果他出现傲板晋级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 弱转强进攻的话 那么券商啊 将有机会被他给带起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他的走势 好 这是权重板块 大金融的一个方向 可以这么说 券商板块是 拉高就跑 又低就上 绝对没错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一个权重方向 就是大基建这个啊 建筑装饰 中枝头这个方向 大家看啊 建筑装饰 它是属于个什么 属于一个震荡 这个的话 它也是存在的什么 震荡走高的需求 但是出现连续大涨的 这个可能性 也并不是特别的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向 它大概就是走出什么 跟房地产一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反弹的走势 但我相对看好 它个股的走势 也就是说 建筑装饰这个方向 大家要重视 后期啊 震荡上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 流股 腰股 这是大家只在注意的 所以啊 综合盘面的来看 这三大权重板块啊 包括中枝头啊 也可以看一下 是吧 它近期反弹 也是非常充分 然后不断的走高 但是说这个位置 能够持续大涨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吧 连续大涨 像前面这样直线拉升 我觉得这可能性 也不是很高 就是 那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权重板块 它存在的继续反弹预期 但是呢 它不存在连续 什么大幅度进攻的预期 所以对于指数而言 对上阵而言 它大概率也是会走出一个 震荡上行的走势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就说 不能轻易的看空 做空 起码这三大权重板块 是在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的启动信号 后期可能会走震荡上行 震荡上行 慢慢的去突 对吧 突破六十年线 突破三千三 那么再次去冲击三千四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并不是说 直接冲到三千三 冲到三千四 对吧 直接拉上去 这个可能性很低 大家听明白没有 然后听明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周末利好消息一下 影响一下 哪些题材板块 值得重点的跟踪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 大家需要重视 一个是苹果概念 苹果概念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低 近期的一个低点 那么它在这里存在超跌反弹的预期 然后大概率会出现一个高开 对吧 高开是高走还是高开低走 所以说大家不要看到高开就是什么 太兴奋 直接冲进去 有些个股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势的一个走势 但有些可能会借这个利好 出现一个砸盘的动作 但我整体来看 苹果概念 我觉得震荡反弹的概率比较高 为什么 大家都应该知道 苹果心机 对吧 出现了一个什么 非常疯狂的一个什么 抢个行情 那么既然这里存在超跌反弹的预期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 苹果概念这一轮反弹的核心 会是谁 从周五的这个个股来看 涨幅最好的航天彩虹 胜利机密 包括奥特奥普特云海金属 这些涨幅都是在五个点到七个点 并没有票涨停 所以你说谁是核心 谁是龙头 目前来说真不好判断 这样在下周开盘的时候 大家记住 如果谁是最新晋级的 谁是最先拉涨停的 那么有机会成为板块核心 这一轮的大头大哥 所以大家可以盯着他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跟踪 至于其他的 目前来说真不好判断 好 除了苹果概念 还有一个方向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就是数字经济 对不对 数字经济的话 这是高层 近一个周末 重点提及的一个方向 数字经济 那么数字经济的话 位置又比较低 符合什么 符合炒作的需求 对吧 他这位置本身就低 存在着超跌反弹的区 再加上利好 我觉得他有机会 迎来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 这个我从上个星期就说了多少次 就说多少次 在这个低点附近 我就告诉大家什么 上车潜伏 从上周就开始告诉大家 低点就上 低点就上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那么明天 在这个利好的加持下 他会不会高开 会不会迎来一波大反弹 有这个预期 有这个可能 那么如果出现大反弹的话 你在这个低位上车的 是不是会吃肉和汤 这个方向 我相对来看好他 当然你也要区别对待 数字货币可能会表现比较好 比较强势 对吧 数字货币在上周 他也是出现这种震荡走势 但是上周数字货币 个股却表现的比较什么 比较的活跃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 它存在抽跌反弹的预期 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的话 上周出现连续的异动 有些个股出现涨型的 人动控股 金百方 常年科技 这些都表现不错 其实表现的 最为活跃的就两个票 一个是金百方 一个是海林青汇 所以这两个票 大家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它大概率会成为这一轮 数字货币 板块的核心与龙头 那么像金百方这种 我在周末也重点讲过 大家什么的意思 它是一个什么 三天两板 这是一个反暴板 那么下周存在继续进攻的一个 什么预期 有突破这个底部压力的预期 但是你能不能追 追肯定不能追 如果盘中有分石图的一个急杀地点 对吧 它分石图的一个急杀 杀到一个地位 你可以考虑去驳 驳对的大长腿 驳出来 那么你也要做止损 但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你做止损的话 亏损也不大 对不对 这是值得大家留意的一个票 对吧 还有我刚才说的海联金会 大家也是需要什么 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的 为什么 大家看海联金会的话 它其实在近期表现 也是非常的强势 连续的异动 连续的拉高 对不对 那么很多朋友说 这里会不会是四团的动作 对吧 但我告诉大家 这个票 大家看 前面这一轮也是连续拉着高 所以你要注意 它 你一旦是吧 拉不过去 像前面这样 出现一个大阴帽杀爹 垃圾的套筑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呢 逢低关注 为一 就是说在五日军架线附近 你做个低息 做个博弈 可以 但是追高 拉高的过程中 忍住手 不要去追 除了数字货币 还有就是元宇宙 这个方向我也重点讲过 近期 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在这个位置就存在超跌反弹的预期 大家看 在周五 出了一个小小的阳线 一个下影线 那么这里存在超跌反弹的预期 然后它反弹的话 目标就是上面的高点 甚至突破的高点 近期大家是需要重视的 另外一个 它本身的位置确实比较低 对吧 最近调整很充分 一旦反弹的话 存着大进攻的预期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从技术方面 这不是空头吗 空头为什么存在反弹 就是因为它的空头 另外一个 看一下它的底部 在不断抬高 对不对 抬到这个底部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它存在超跌的一个预期 这个方向 目前个股的话 就表现一般 没有特别强势的核心票 龙头票 当然也有一次票是涨停的 这个就是叠加题材 三箱 硬像 所以说这个三箱硬像 短期还是要重视 对吧 刚才它也是在 在数字货币这个方向 属于一个什么叠加题材 那么后期 它可能会走出一个什么 震荡上行的走势 所以对于这个票 大家是需要重点的留意和跟踪的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